HELLO 各位全英國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月5號禮拜五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民當家 我是李悠 今天非常的開心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不但是禮拜五 也是台北股市封關最後一個交易日 姑且不管過去的這一年操作的如何 在今天我們就畫下一個 短暫的休止符 大家在這個過年11天的連假就放寬心吧 這11天國際股市的動盪 你就先把它擺在一旁 好好的帶家人朋友們去休息 一起出去玩 好那股票市場的事情呢 基本上如果你有每天在觀察我們股民當家的 這個LINE群組訊息 或是觀察我們Telegram訊息 我想你應該都知道 我們在這一波大盤的反彈 這個禮拜喔 這個禮拜大盤的反彈 我們都已經做了適當的調整 還有配置 那今天台北股市大漲 大漲 漲多少來幫我發這個畫面 今天台北股市幫我發這個畫面喔 今天台北股市漲96點 講96點 那為什麼是大漲呢 今天一度喔 一度漲230點 最高來到15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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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個畫面呢 各位小畫面喔 台北股市 你再回想一下 回想一下 上禮拜 禮拜五最恐慌最害怕那一天 殺下來 就是我們畫面上 右手邊 你仔細看那個黑K棒最長那一天 禮拜五那一天還記不記得 我怎麼跟大家講的 我說 台北股市出現了千點的長黑之後 急殺 而且經過了修正 同時沒有感到非常恐慌 非常害怕 那個殺盤氣氛出來 尤其是中小型股 那我就跟大家講說 你仔細想一想 你對照一下之前的經驗 急殺之後 會怎麼樣 會急談 會急談 有沒有符合我們預期 你看禮拜一 禮拜一就開始大漲271點 來幫我放大 禮拜一有沒有 漲271點這一天 然後禮拜二呢 禮拜二又漲了 349點 禮拜三小回一點點 小跌啦 禮拜三是小漲11點 禮拜四是小跌65點 今天又漲96點 來各位小畫面 短短幾個交易日 五天而已 五天只有五天 漲849點 你仔細回想一下 你在上禮拜五 那個恐慌的情境 你能夠回想 你可以想像得到說 這一個禮拜會漲849點嗎 你絕對沒有想到 對不對 來我給大家看 這是昨天 昨天我跟大家講說 這個盤 最後洗盤 明明就要封關了 我還跟大家講說 這是最後洗盤 為什麼 今天要收最高 你仔細想一下 昨天我的影片 我怎麼跟大家分享 我說台北股市 只要美國股市 不要出現什麼 大跌崩盤的情況 原則上 台北股市今天 它就是有80 90%機率 它會收高 而且是收盤收高 確實今天也是收高 早上96點 好 那我在禮拜一的時候 也跟大家講 我說人生總是有很多次的機會 非常多是機會 但是 每個人 遇到這個事情的時候 遇到恐慌的時候 常常會欠缺 把握機會的勇氣 說實在的 這個你要敢把握機會 一定是背後 要有些靠山 背後一定要有足夠的這個支撐 要有一些信念 你才能夠去把握機會 否則遇到那個恐慌的情境 說實在的我想 大部分的人 就是隨波逐流 為什麼 因為去看 會想當下新聞媒體的報導 新聞媒體都跟你講說 這盤要崩了 你當然就是嚇壞了 因為電視媒體 他一定是看當下的情境 看漲說漲看別 縮疊 可是我在當天 我是跟大家講說 勇氣很重要 因為你有勇氣 機會來的時候 你要好好 才有辦法好好的把握住 否則你只能看著機會 不斷的流失 好 所以幫我發這畫面 還記不記得禮拜一我怎麼講 禮拜一 我在群組裡面 還有在Telegram上面 有沒有Telegram 特別是這個TG TG頻道 Telegram頻道 你有沒有發現我上面怎麼寫 上午的9點33分 你仔細對過來 就對過來看我9點33分 是平盤這裡 平盤 15148 今天到938 就38了 當時是15148 我怎麼講的 我說 早上出現恐慌氣氛 特別是中小型股出現莫名其妙 沙盤 沙盤 我說已經來到重要支撐 預料9點半到10點 沙盤結束之後 就會開始反彈 就開始反彈 我說亂砍亂賣的 很快就會急速反彈 當天 當天 收最高 平盤15148 到15410點 來給我小畫面 有沒有符合我們預期 禮拜一 這是禮拜一 9點33分 跟大家講的15148 拉上來 當天就讓你看到270點 漲270點 非常神奇 我是在 他直穩的 雖然不是波段最低 但是已經是幾乎 幾乎是相對低 非常非常低 因為最低是15089點 我們是在 148 15148 跟大家講9點半 當天就已經漲271 隔天漲349 換句話說 我們掌握到這一波的行情 禮拜一 禮拜二 禮拜三 禮拜四 禮拜五 總共850點的反彈 有些人很可惜 他股票是賣在上禮拜 五天的下殺 他賣掉了 可是我們 不但沒有賣股票 不但沒有賣股票 因為我們股票都算是相對抗跌 相對抗跌 難免受到大盤影響 可是是相對抗跌的 但是我們看到這禮拜五天的反彈 五天的反彈 我們的股票表現是相當不錯 我只是核心持股 核心持股表現相當不錯 例如什麼股票 這個股票我先在講這個股票之前跟大家分享這個產業 來幫我發個畫面 這一個 是一個ROBO ROBO的 Global的一個ETF 就是機器人跟自動化指數的一個ETF 那我們知道未來的產業趨勢 確實機器人這個產業會蓬勃發展 工業4.0 很多工廠像鴻海都要做關燈無人工廠 那你看他這個股價走勢啊 從這個過去的五年六年以來 一路的往上走高 一路往上走高 那已經來到這個波段的新高 新高 這是ETF的走勢圖 機器人產業的走勢圖 那機器人產業在未來2020 21 22 23 你看他這個每股影響的獲利預估啊 呈現大幅度的暴衝 你看喔 最左手邊這個小小的柱狀體啊 我那給大家聽啊 2020年的獲利每股影響啊 估計是31.8 到2023年啊 也就是說 在這個三年後 兩年後 因為既然2021 在兩年後 他會成長到83塊 31成長到83是好幾倍的成長 所以機器人這個產業 來給我小畫面 所以機器人這個產業 是不是產業趨勢已經成型了 沒錯嘛 那既然產業趨勢成型了 這種大方向大未來 就是我們要把握的一個重點 把握一個重點 所以你說過年這幾天 休幾天 休11天啊 很多人沒有股票做他很難過 可是呢 我們及早佈局 及早佈局 來 給我這個大畫面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個股啊 4576的大銀 大銀 大銀為今天來到141塊 141塊 前面的高點這裡 1月27號135塊 突破了 突破了 他的歷史高點 給大家看一下 他的歷史高點 周縣圖 這個是歷史高點 歷史高點 在這個 2019年的3月25號 最高是134嘛 134 那上禮拜來到135之後 這一個這一整個禮拜 他都在閒晃啊 為什麼閒晃 來給我小畫面 為什麼他閒晃 他被分盤交易嘛 被分盤交易 那當然我們上禮拜看到他衝到135 這個地方 休息 休息 因為他也遇到歷史的這個 前面的這個高點嘛 那加上被分盤 休息一陣子之後 我們還是不離不棄啊 報警處理 為什麼 甚至於 甚至於 最近幾個交易日 很多投資朋友 就拿著他手上的股票 來問說 到底該怎麼辦 手上的持股 要不要爆股過年 要不要換股票 我就跟大家講 你只能換最好的 你只能換最強的 換過年期間 不管美國股市的漲跌 不管疫情如何變化 趨勢不會改變的 產業的方向 是往上走的股票 就是 今年 目前 農曆封關 結束之後 的主流股 的主流股 好 所以很多人拿 那一堆股票來問 那很多股票 他現在成交量已經非常小 就代表說 目前 這個不是市場的 這個主要的持股 不是市場的人氣重心 那當然 需要做換股 我剛想說 120 125 附近 我們還是一樣 看好這個大贏 當然很多人他會覺得這個股票已經漲多了 很貴 我想市場上幾乎沒有專家 幾乎 就算之前有買的也都賣掉了 只有我們從底部一路報上來到今天 來給我大畫面 我們什麼時候買進了 來 給大家看一下 買進第一次買進是這一天 這一天 12月24號 這一天29號 起漲當天還有隔天又買進 那當然 在殺下來的過程當中 就是 上禮拜這邊跌下來 我說120到125 我們都請這個加油成員 再次進場做買進 來給我這個小畫面 所以整個波段上來 漲多少 到今天從89塊上來 到141塊 這個波段的漲幅已經來到57% 所有的加油成員 當然你後面買的報酬率沒那麼高 但沒關係 我想我相信 後面 後面 我看的是很遠的 看的是很遠的 至於有多遠 你當然是要加入我們 古名帳家的這個群組 或者加入我們Telegram 你才能夠掌握到第一手的訊息 第一手訊息 其實這檔標的 我在這個理財週刊的雜誌上面 我有跟大家介紹過 分享過 那我們的影片 影片 在12月24號 你仔細看喔 我講認真的喔 12月24號 那一天 我們的解盤影片 我講說 今年 因為那時候去年 我想今年會有兩大產業 明星產業 兩大明星產業 其中一個是這個工具機 另外一個 現在還沒有動 你們還是不相信 你們還是不相信 我認為過完年之後 就有機會換他表現 就換他表現 那當然這個大銀短線長這麼多了 我相信投資朋友們 就是在旁邊看嘛 那當然你想看的就繼續觀望 繼續看 但是同樣的模式 同樣的好公司 他還會一直不斷的複製 因為我們知道如何去複製成功的模式嘛 就像 漢磊一樣 3707的漢磊 雖然這兩天比較弱一點 跌破月線 弱一點點來幫我發這畫面 可是我們買進的時間點 就是在之前跌破月線的這個位置啊 有沒有 1月7號 1月8號 當時 你如果後面這裡不要看啊 後面這一段 我們都把它遮起來 有沒有 後面這一段 假設我們都不要看好了 全部把它遮起來 都把它遮住 都不要看 你看當時他跌破月線 然後前面看起來 是不是感覺上好像一個M頭 有些人就講說完蛋了 這是一個M頭 哇這個不小心跌破 中間這個頸線位置有沒有 跌破這個中間頸線位置這個地方 那代表說他可能要跌下去了 要跌很多 當時你這個右手邊你不要看嘛 右手 等一下喔 把它遮除 右手邊這一段 你不要去看他嘛 右手邊不要看 你光看左手邊 你光看左手邊 是不是覺得哇好像很危險 很害怕 可是呢 就像買進之後 他就開啟一個波段的上漲 那你現階段今天啊 今天又來到破月線這個位置 那你覺得他是賣點還是買點呢 他是賣點還是買點呢 來給我小畫面 會不會又複製之前 我們在1月7號 1月8號當時所買進的那個位置 但是又在年後 重新又往上做攻擊 有可能喔 有可能喔 當然我對這家公司 這個熟悉度非常的高 因為我們常常會 電訪公司 拜訪公司 我們知道說公司 到底產品的進度在哪裡 產品的良率的狀況是如何嗎 所以 唯有對產業作為極為深入的了解 你才有辦法做大波段的操作 所以我們才一直不斷跟投資們講說 股票操作你要從產業出發 當然 技術面也非常的重要 技術面也非常的重要 技術面它是告訴我們短線的進出場點 可是呢 如果你要知道一檔股票 它未來的目標價 它的這個Tucky Price 它的TP 到底是多少 你一定要深入了解這家產業 你一定要有辦法預估的出來 它今年的獲利數字是多少 你才能夠給它一個合理的本益比 那你能夠給它一個本益比 你才能夠知道說 這家公司它的合理目標價在哪裡嗎 就像最近 很多人 很多人 都去搶去買這個市場熱門人氣股 新聞一直爆 都在講這個群創 在講2409的友達 新聞每天都在爆說這個賺一塊 這個今年獲利大好 什麼開門就一天賺一億 確實這個產業前景是不錯的 產業前景是不錯的 那缺點是什麼 公司獲利也不錯 公司獲利是這個目前股價的 這個好幾倍 這股價好幾倍 這本益比 以目前本益比來看 這股價 本益比非常非常低 都不到10倍 都不到10倍 如果用10倍本益比來評估 現在股價搞不好還有一倍的空間 但是但是缺點在什麼 缺點在於說這股票 股本比較大 籌碼比較凌亂一點 當然也是會漲 只是說它的漲幅 可能沒有那麼的大 沒有那麼的大 而且容易受到 這個大盤波動的影響 受到大盤波動的影響 當然長線是看好 所以 可是我們看好的 這個股票看好的公司 最主要我們是以長線 長線來做一個衡量 用這個倍數 用這個資金 比較有效率的角度 來做衡量 好 所以我想我們的操作邏輯 操作邏輯 操作邏輯 跟大家分享過了 就是記籌產銷財 技術面 籌碼面 產業面 消息面 財務面 要面面俱到 他一般投資朋友 你自己沒有辦法 這樣子 全部都能夠掌握的話 當然就是 我們這個股民大家團隊 會 從旁來做一個協助 從旁做一個協助 你不想努力 沒關係啊 我們幫你努力 我們幫你研究 當然這是很OK的 所以你看大盈 這個 漲55% 56% 57% 那時候發這個圖的時候 漲138 後來漲到141 波段就57% 今天有稍稍的 尾盤 尾盤沒有這麼高 尾盤 尾盤是多少 134 無所謂 141 又滾回來 滾到134 想賣的 你想要這個獲利了結 然後拿一些股票去賣掉 讓家人在過年的時候 可以一起出去玩 包紅包很開心 都無所謂 但重點是過完年之後 如果有震盪 你想要知道該如何操作 你想要知道 未來會找到哪裡 那你就要鎖定我們股民當家的頻道喔 好 最後 最後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這張股票 這張股票我們非常看好 很多人都說大盈錯過了怎麼辦 當初12月24號大盈 沒有人理我嘛 當初12月24號那個影片 快3萬人看過 我講兩大產業 另外一個產業 另外一家公司 到目前人家還是不理我 可是 我認為在年後 欸 他轉單效應就要開始發揮囉 就不一樣囉 好 但是我認為這家公司 如果 相比這個大銀 大銀就讓大家賺進大把銀子 這家公司我認為 後面也會漲很多 後面也會漲很多 為什麼 因為他跟台積電有關 台積電沒有他真的不行 沒有他真的不行 因為他是台積電的守護神 台積電的守護神 你們想過有問題 為什麼台積電 還有英特爾都是跟艾斯摩爾買EUV 極紫外光的光刻機 那台機器三十幾億 三十幾億 為什麼兩家公司都跟 包含像三星 全世界就是三大巨頭 台積電 三星 英特爾 這三家都跟艾斯摩爾買光刻機 極紫外光 最貴那一台 那為什麼英特爾他做不出來 為什麼他良率會出問題 為什麼台積電良率OK 他的五奈米順利試產 你們想過這個問題 因為他有這家公司的幫助 懂吧 因為他有這家公司的幫助 這家公司寡讚 獨家高成長 手握關鍵材料 關鍵材料 所以我叫他台積電守護神 你想要知道這樣的標的 年後的這個標漲股大潛烈火 你一定要常常鎖定股民當家的 LINE群組還有Telegram 那如果你不想猜不想努力 沒關係老話一句 趕快加入我們團隊 這幾天很多 投資朋友們加入團隊 我都直接跟他講 這樣子的股票 如果你資金充裕 有辦法這個 報股過年 有沒有你可以安心的 那我們就建議他買進市場標的 買進市場標的 好的那節目到最後 我也希望各位投資朋友 在新的一年都能夠一起 就是新年快樂 那這個奔向幸福 也祝福歸投資朋友們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好的 也祝福歸投資朋友們 鼓勵大家幸福理財 我們過完年之後 再見囉 拜拜 拜拜